新庄一路南北两侧的快慢车道都有同向分隔岛 上面终有一长牌的桃花星木 但在新庄一路到翠华路开通之后 车流量大增 分隔岛变成占据车道的障碍 居民建议拆除分隔岛 自从新庄一路开通之后 这边车流量变成很大 那个道路不乎使用 因为分隔岛会占住一条车道 如果把这两个分隔岛都拆除 也方便店家做生意 而师傅养工处目前正将新庄一路 和不挨路这一端的分隔岛打除 居民表示因为旁边就是巨蛋体育馆和百货公司 但有活动举办时车流量更大 转弯的汽车还时常和执行的机车发生车火 因为这边有死角 那等到机车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你就会听到砰一声 那就是撞到了 对我是觉得安全岛移除 对那个车辆的死角也有贡献 对于师傅从善如流 听取名义打除分隔岛 是议员陈立真表达感谢 但也希望师傅能够持续将后段南北两侧的分隔岛 也一并打除 让新庄一路双向各增加一个完整的车道 车流会各加顺畅 所以在这一两年来就是为了这个少了一个车道 塞车塞得非常严重 那不要说是星期日或星期六平时上下班 或者比较那个上午或下午的时间就非常的塞车了 如果先移除了以后 就会交通就会获得很大的改善了 如果那边在移除以后 交通应该获得 来我们这里应该就不会那么塞了 分隔岛原本是分隔车道 让车辆不易相撞或擦撞 也能够缩小车道宽度减缓车速 如今却因为阻碍交通而被打除 算是功成身退 记者潘志光来昌邦高雄报道